Hello 大家好 我是Terence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影片 你都会知道我是很喜欢做运动的 整天都做的 不过我们锻炼的时候 其实都会希望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肌肉 如果瘦的话 忙下去又想练得更健碩 如果有脂肪的话 我们又会想令脂肪减少一点 最重要做运动就是想身体健康 不过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肌肉真的多了 不过我们的脂肪真的少了 我之前有个脂肪磅坏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 就是在这里了 不如我拆开和大家试玩一下 打开来看看里面的东西 有报纸包住 就是这个磅 什么牌子都没什么所谓 只不过是因为我之前用开这个牌子 所以我才买它 脂肪磅最重要就是 你用开那个牌子 用开那部肌肉 你就用回那部肌肉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是有点特别的 和一般的脂肪磅 它是有上身的测脂肪功能的 脚就踩在这里 手就握在这里 就可以令到上身和下身都可以同时测到 好了 那我就先穿了一部肌肉 然后呢 它其实是要我进入年龄 身高 男女 它其实要的资料很简单 那让我现在先进入 然后就可以踩上个磅 记住要脱鞋脱物 不然就能量到 好 测完了 给大家看看 我就是64.4公斤 整体的脂肪 11.8% 它说是标准 身体的年龄 30岁 然后 BMI 身体质量指数 22.8% 18.5-22.9% 就是正常的范围 基础生存代謝 即是我不动 的时候 一天要用多少的卡路里 内脏脂肪 6.5% 都是标准 皮下脂肪 8.9% 是属于低 肌肉的百分比 37% 平均 还可以逐个部位看 皮下脂肪 如果是手 就12% 肌肉 40.7% 都是平均 驱缸 7.8% 脂肪 是属于 而肌肉的百分比 32.2% 是平均的 多少少 脚的下肢 脂肪百分比 10.8% 脚的肌肉百分比 54.1% 都是平均 就是这样 全身的肌肉和脂肪 的状况 就可以看完了 好了 刚才和大家试玩过的 幸好我上两个星期吃了很多东西 但也没什么肥 幸好 其实我有很多和运动 或者健康有关的用品 将来有机会 和大家再继续介绍 多一点 喜欢这个视频的 记住给个赞我 下次再见 拜拜